嗨,大家好,我是David 那么在11月份到12月份 那么是Holiday season 今天是12月17号 星期五再过一个周 就是圣诞前圣诞平安夜 一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 那么在Holiday season里面 大家那个心情自然就点亮起来了 那么这个心情的点亮 离不开一些圣诞的各种装饰 像圣诞树啊,圣诞的各种装饰灯啊 当然也更离不开圣诞的各种植物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我介绍过这种流行的圣诞植物 最流行的就是当然圣诞一瓶红 那么在前面视频里面介绍过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再一个呢就是 蝎甲兰 蝎甲兰本来就是Christmas characters 是吧 也是一种圣诞的花 再一个呢就是 圣诞一瓶红 圣诞一瓶红 这些圣诞一瓶红 这些圣诞比较流行的花 那么在家里摆上去 马上特别是圣诞一瓶红 你可以看到 然后在猫里面 在各家商商家的前台多摆上去了 然后呢猫里面的圣诞书点亮了 圣诞老人的就是说 像三村老人老人 那种也都 也都树出树出来了 那就是说那种节日的气氛 马上就出来了 就像咱们国庆佛节 大红洞的高高挂 大红洞有高高挂 那种春节的气氛 马上就出来了 那么再加上这些花 还有呢就是除了花呢 当然了圣诞节 那么圣诞树 咱们就说有这种 假的圣诞树 那么很多还有那种 坎的新的圣诞树 这个就是这家 你放在家里面 那种圣诞松树的香味 就是在森林里感觉一样 那还有一些小的 放在花盆里面的 很像叫做Lemon Sepulose 它是一种Evergreen 那个颜色呢就是说有点黄绿色的 淡淡的有点像柠檬的颜色 你去磨它那个叶子呢 它有那个柠檬的那个香味 所以叫做Lemon Sepulose 就是Evergreen 还有呢就是说 Norfolk Pan 还有呢就是Joff Alberta 是Bruce 在这儿的小树 有点像圣诞树 但是Evergreen 放在外面呢 或者放在家里 那么圣诞节的装饰 都很不错的 今天呢我还有另外一种 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一种 在我身后有一个Frosty form 看看 看看 Frosty form 正如画其名 这个呢就是说 你看它这个尖尖的头 就像白白的 就像 血滑或者霜 或者冻在上面一样白白的 所以叫做Frosty Frosty form 这个是Space 手 Delivery 看不看到 Delivery Frosty form 这个是Frosty form 那么Frosty form呢 它的拉丁名字叫 Fella Ginella Crociana Varigeta Crociana Crociana Varigeta Crociana Varigeta 这个Varigeta 这个意思呢 你看各种的 就是说 拿的名字有Varigeta的意思 就说 那个叶子是花的 比如说是 绿的叶子 它可能有花边 白的边 或者红的边 那都叫Varigeta 那这个因为它是有白的 所以也是叫做 就是说 彩叶 所以叫Varigeta Frosty form呢 它是原产的 一般是在 它叫Lowland Tropical Avergreen Forest 就是说 低矮的 低地 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 像 赤道吉尼亚呀 乌干达呀 乌干达呀 甘果呀 埃塞俄比亚呀 南非呀 卢旺达呀 蒙巴比克呀 乌干达 乌干达也说了 就是这类地方 从这个它的生长地 你可以看出 因为它们这个地方的 每年的降雨量可能是 30到40英尺 就是 还是100英尺 就是说降雨量很高 咱们就是说 10 20 它们就是 几十上百 就是说 每年降雨量很多 它就是在这个 森林的地上 它实际上呢 就是说 你说是它是Frost 它们更多 更像那个Moth 就是说胎旋 它就长是长 铺开长 就是 绿绿的 所以它也叫做 Spike Moth 或者说Club Moth 从它这个生长地 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你看热带雨林 所以呢 它呢 喜欢呢 就是说 虽然水很多 但是不是泡在水里的 所以它是这个 土呢需要 就是说 生透性很好 兔子性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土 因为在森林里面 那么都是 树就是 阴都盖的 所以它就是说 需要阴的地方 稍微有一点光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因为在热带雨林 所以它的温度 需要68 到84 F 也就是20到28时速度 这个就说比较高 另外呢 特别尊重的一个是 湿度 湿度 是77到88 这个是很高的 咱们一般家庭 是呢 40到60 这个是77到88 有人说 啊我为了增加 我给它喷 弄这个喷雾喷 这个是不够的 远远不够的 那么后面咱们会讲 他呢就是说 啊在 呃 就是说 商业种植 上面这一般是 温室大盆 那么在7月份开始 呃呃 培养 他们大盆是很容易的 因为湿度和什么 他们都可以控制的 然后呢就是说 呃慢慢的 呃 他的正常生长 其一般是 在 呃 夏天 中期 开始就生长 他是在商业呢 就是说 在9月份 12分呢就开始 就是降温里面降到 啊 65F 就是18 14度 他这个呢就是说 当温度降了的时候 啊 当温度降低的时候 他新的生长点 对对的头 就变白 这就是卖点 你看 就是卖点 就是白 frosting 那么 刚才大提讲的就是说 他的就是说 根据他的生长意 那么他的生长的要求 那么 下面详细介绍一下 有些是 做 不要做的事情 那么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一个是 要保证的就是说 啊 这个土舌是 湿润的 Evenly most 就是说 不能说干了 要湿润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 你浇水要从下面浇 就是说 这个盘的buss 就可以有个 有个那个 接盘 底下放上水 然后把它放上去 放上半个小匙 等着水慢慢渗上去 不能从上面浇 第三个温度 温度必须是说 20到28度 不能跌了 就是热带的 ideal注意 第四个的就是说 它的湿度 刚才说了 77到88 要保持这个湿度 再一个就是说 它的 对光呢 就说 要low light 就是放在地上 有 打的 就算你窗 有太阳执照的话 不要执照上面 最好又 远一点 对光线 那么 肥料呢 你可以就是说 每个月 是一次肥 那这个四肥呢 不要用寒淡量太高的 那个肥 一般用的就是说 他们知道 兰花肥 或者说 啊 那个 西味的就是说 海草那个肥 它们就好像是 甲什么的含量 其他的含量比较高 他需要这样的 一个月一次 啊 再一个是呢 就是说 给他呢 远离那个 比如说 热风口吹呀 或者冷风吹呀 就是说 不要说 又冷风又热风的 一会吹一会这个风吹 一会那个风吹 放在一些比较稳定的环境里面 就是说 必须要做的 你做好这几个呢 就没问题了 不要 那不要做的呢 就是刚才做的反的 那么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你呢 就是说 不要拿那个喷雾 喷叶子 说我为了保证它这个 啊 humidity 我喷喷雾 虽然你喷雾呢 它喷这个颗粒呢 太大了 就是小水株 没有增加 真正的增加 反而呢 就是说 就是说 让它的叶子浓往水了 就是说不能呼吸了 就是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是说 不要从顶上浇水 意思是一样的 你把它的叶子给憋住了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温度呢不能低了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说 啊 你呢 就是说 啊 不能说是 放在那些 啊 风吹 风吹 冷风热风吹的地方 就是说 这些啊 不要做的 啊 它呢 就是说 这里面呢 我觉得 就是说 其他一些都好控制 比较难控制的一个 就是说 它们的湿度 啊 有些植物 大家就看到 它们就是 你猜 养在什么地方 一个小玻璃 玻璃瓶儿里面 顶儿呢 就是甚至是 弄过盖儿盖子 那 底下呢 弄上鹅兰石 弄上水 营造一种小环境 啊 玻璃灶 就是把它放在这里面 就可以保住湿度 那么 啊 如果你没有玻璃灶 那么 也可以像我这样 我本来想买那种玻璃灶 但是没买着 我呢 就说 啊 这个盆儿 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面呢 有你看吗 看到了吧 我自己放的鹅兰石 然后呢 放上水 铺上 里面都是 都是放上水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给它放在里面 让它 起码百分之二十五在底下 那这个 正好这个 我这上面稍微漏一点 这样呢 就是营造一种小的 就是说 整个这个环境 达到这个 湿度 百分之七七到七十八 这是 比较好的办法 最好就是说 整个笼造起来 那种玻璃的 底下呢 里面有水 但你要经常换水 啊 再一个呢 可以用那个加湿器 加湿器呢 离它那个一尺左右 就说 我给它喷 就说 这个湿度是 最难控制 一般 刚才说了 家庭就是四十到六十 是永远达不到的 你又不能 说 喷雾 你也不能说 弄个那个 呃 接盘 放上鹅兰石 弄好水 然后给它就放在顶上 这个呢 就说 湿度也是不够的 就是要有温度 给它封闭的 或者说 像这样的 你看这个湿度都能 都能起来 就是笼造起来了 啊 就是要这样的 你这一块弄好的一般是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那有几种情况 就是说 出问题了 就是说 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 啊 看着我的就搭了的 啊 然后呢就是 呃 在搭了之前 那个叶子呢 变得深绿了 这个呢 啊 可能就是说你 喷雾了 喷水了 就水太多了 这个叶子挂水太多了 那个根儿开始烂了 像它的根儿是很 很浅的 它就像mouse一样 就是说 根儿很浅 你要喷雾啊 干什么 为了要增加湿度的这种方法 增加湿度方法错了 所以就说 造成它这个烂根了 就是这一点 啊 第二点呢就是说 你如果说 胃肥胃多了 它很容易就烧根儿了 很像这个 胎穴 根儿很浅 它不需要很多肥的 那么就说 啊 它就会 如果是肥多了呢 在你死肥 几天 到一个星期之内 你就看到它这个 就开始 叶子开始 要掉了 要死了 这时候你的肌肉呢 就是开始用水冲 把那些肥充出去 或者说给它换 换 换土吧 换盆换土 用新的土 新的土一般是用 皮的帽子 和Compost 配起来 啊 就是说 保定透气性 透水性 给换 这个来抢住它 再一个就是说 有问题呢 就说 它就说 叶子变苍白了 变浅 颜色变浅了 然后呢 就说 收缩的那种感觉 这种呢 就是说一般呢 就是说 而你的土是顺的 那你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 光线太多了 而你这个 就是说 水没跟上 或者说你这个湿度没跟上去 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另外一个 头呢 就说变黄了 它也是湿度 不够造成的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的这个白的 它是frosted form 我的frosted form 怎么没有frosted 了 全变绿了 这样是正常的 因为它 就说明你的 它的光线也合适了 温度也合适了 它就在长的就是 也是合适的 就是以上的 它自然生产条下 它是绿的 只有温度降到18度 以下 18度以下 当然也不能太低了 这时候呢 它新长了 它会变白 在这温度高的 20多度的时候 它就是绿的 所以说 如果感觉很健康 然后又是绿的 那是正常的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它呢 就是说 我想想 还有什么 没有cover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 就是这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就说 你呢 买 回来呢 就是说 看 你养的 对不对 你可以很快的看出来 它长得很快 可能说 一个星期就可以长几 几 英寸多少的 如果 你买回来以后 它就长得就是这种铺开的 横的长 就是说 再长啊 长长长 原来你就养的就对了 如果感觉不长了 那就是不对了 然后呢 就说 这个呢 就是说它的delivery 就是在那个 从那里呢 运到那个花店呢 运到那些 一些超市呢 在12月可能分左右 现在可能是最后一匹 差不多了 然后呢 有的人 星诞节没外卖完 可能一月份也继续卖 大家要注意 它呢 就是你这个 啊 在超市或者说 在一些设备里面去卖的 它这个 放在卖的地方 它这个湿度 可能并达不到 这个高 但是呢 一个星期左右 可能没问题的 时间太长了 就不好了 所以你晚的买了 可能是它已经开始不太好了 周园子买的时候要注意 趁着合适的时间去买 因为买的时候要看看它 健不健康呢 就说 就买了这个 然后他就说 你呢 要繁殖它也是很容易的 它是MOS 你想想MOS就劈开 劈开八开 然后我想要这么 它长了很大 这也大了根 那么我想 分开几块 然后呢 给它 分开就行了 然后放在那个 其他的牌里面 用那个Compost 和那个Pete mouse 混的土 种起来就行了 或者说你可以 牵插它的叶子 它那个 就说叶子底下呢 它会长出七根 那么在七根底下呢 给叶子剪 剪下来 擦下去 也是擦在这种 Pete mouse和Compost 配起来的土里面 那就可以了 所以就说 说 就说 简单也不简单 所困难的也不困难 那么就说你 你只要是说给它了 它所需要的环境 它就会长好的 特别是 我觉得这个 很适合咱们实力 因为咱们 一般实力的温度 都是二十多度 不管是冬天夏天 对吧 然后呢 就说 这个你又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光线 家里呢就算了 我也不需要置物灯照 最多 就是湿度 湿度呢 你又可以用这个什么 clutch 或者就是玻璃灶 或者说 用这样的给它弄起来 也能达到 就是说很好养的 如果养对了的话 那好 今天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想就说在 就说在 Holiday season 给大家就cover一些 这个Holiday的一些装饰 一些植物 就增加这种节日的快乐的气氛 Anyways Merry Christmas Thanks for watching 拜拜